在黑客航蕩 它也要講江湖地位的 案件工具小數的話 就是在整個這個黑場圈裡面 號稱是排名第一 離京邊幾百公里 就在一個海邊 進去難 出來你也難了 出來跳海你沒地方了 網絡安全 它是影響到國家安全 即海陸空間之外的 第五空間戰略的安全 在黑客航蕩大陸 在黑客航蕩中 在黑客航蕩中 就是在黑客航蕩中 在黑客航蕩中 最高的牧場 在黑客航蕩中 在黑客航蕩中 大陸的地方 那個地方它是周圍非常荒涼 大概兩三個小時的車程的範圍之內 全部都是荒山 少數的自然村 離京邊幾百公里 就在一個海邊上面 通過一些那個工作非常清楚 準確地就確定了 他們在柬埔山那個度假區的 渦點的那個情況 它所住住的那個別墅區 一般人是進不了的 第一個港庭進入到它的 度假區的別墅區 70公里都是他們流去自己修的路 裡面射了很多港上 封車必長 那你去了之後 你就必須得進到那個度假區 這是一個相對來說 比較安全的一個地方吧 對他們那個犯罪嫌疑人來講 與外界隔絕 靠近公海這邊 進去就是一個橋 四桌都是水 保安24小時 裡面很近 進去難 出來你也難了 出了跳海裡沒地方 我們是拆去了 監點守候 可以說就是一牆之隔 我們要找的人 真的就是坐在旁邊 我們把點見到了犯罪分子窝點的邊上 老虎窝的邊上 我們就假扮遊客吧 按照遊客的一些規律去活動 早上跑步啊晚上散步啊這些 去進行一個外圍的觀察 觀察到那部分嫌疑人 他們出入那些別墅的情況 我安排第一波講大去的時候 我就說明你們不要睡覺 既要偽裝成遊客 但是也不能睡覺 風險太高 他這門沒鎖的 只有裡面大門有個栓 隨時什麼時候進來 旁邊就是海邊 把你剁了 丟了到海外魚 你還不知道找誰 他的窝點門口 有勢必站上方向 至於什麼原因 我們不太清楚 以為瓦塞那麼厲害 還顧著背著衝鋒槍的 我們也在外圍做了大量的那些 傳統偵察工作 把相關的那個線路 還有出入口的也全部摸清楚 然後現役人的活動規律掌握清楚 這時候就制定了那個收網方案 然後就準備開始行動 我們有個態勢感受平臺 對國的一些關鍵節點 都有一些監測到 各個地方都遭受到 不同程度的地道斯攻擊 我們第一次發現的時候 就是突然這種大量的攻擊 突然增多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驚驚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對於整個網絡來說 雖然說帶寬是飛速發展 但是呢 像這種高流這樣的攻擊 其實在國內還是很少 像這種持續的 頻繁的 長時間的高流人攻擊 就更少 這種是很難去防禦的 它的攻擊能力已經 遠遠超出了國內普通用戶 普通企業能承受的範圍之類 然後我們把相關情況整理之後 通報給了管轄單位 甚至網警 當時聽他們說打攤了 我是覺得是有點吃驚的 因為這都是國內 屬於數二的這個主流服務器 這種純黑客技術的 是一種純技術類的的按鍵 通常來說 DDoS攻擊呢 它主要是耗掉整個的 那個服務器的運算資源 要有很大的經濟實力 因為它要維護相當多 可能上百萬台肉機 然後同時攻擊一個目標 造成拒絕服務 我們了解到的 主要有幾種網站 被攻擊的比較多 一種呢就是遊戲網站 還有呢就是像現在 一些電商平台 反正就特別特別囂張 就是告訴人家 這東西就是我幹的 你必須就是說把你的利益 或者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其實DDoS攻擊說白了 就是在網絡暴力 網絡黑社會 DDoS攻擊這種團伙 它需要去炫耀自己的能力 它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戶 所以說它跟其他的 黑客攻擊是不一樣的 其他的黑客攻擊是 就是盡量隱藏和不暴露自己 而獲得利益 但是DDoS反而是需要我 大張旗鼓地去宣揚 我做了什麼事實 而且做成功了 我們當時花了大概有三天的時間 進行一個梳理 然後最終才把其中一些真實IP找到 它其實是直接跟那個嫌疑人是相關的 我們需要把這些東西提取出來之後 交給警方進行一個下一步的偵查 在受案之後 很快就通過騰訊的安全團隊 和我廣東互聯網疫情影中心這邊 就是把它的那個相關的那些 信息啊 數據啊做了一個分析 DDoS它是一個世界級的 一個網絡安全的難題 現在很多控制端 60%都在國外 就是誇進的 移動互聯網 大量的智能設備 廣泛的應用 那這些智能設備的漏洞 一旦被利用 就可以給黑客控制 通過植入 像這些智能設備 植入惡意程序 然後操控成千上萬的 這個我們說這個網上的這個軍隊 來為我所用幹各種壞事 比如說烏克蘭電網的事件 政府機構 中央銀行 能源及通信系統 基輔 國際機場等 均遭遇黑客攻擊 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設施 輻射監測系統 因此被迫轉成人工操作模式 此外 烏克蘭媒體也受到 黑客大範圍攻擊 當地報社 雜誌社 廣播電台 廣播電視台 一度因計算機信息資源庫故障 而終止新聞報道 這些信息系統都不能夠正常 來提供服務了 直接影響到國家安全 社會穩定 國際民生的 整個的正常的一個運轉 為什麼這一次號稱是 全國公安系統 規模最大的一次低到死攻擊呢 就是因為它還呈現出一個流量 可以不斷增加的一個趨勢 那麼我們在分析上 具有一定的優勢 融合了數據 平台 業務 體系 這麼一個事情 來做好這一次事件的一個應對 找到受控端跟控制端之間 千絲萬里之間 它們密切的一些關係 聯合相關的專家 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幾乎是從十幾萬個IP當中 服務器的那些線手數據 相當多的海量數據 去把那個真正跟這個案件 證據鏈關聯的每一個點 在裡面就是抽撕撥 把它撥出來 找到控制規模比較大的 26個殭屍木馬的控制端 然後再跟我們深圳的網警 大家攜手從各個方向上 再進行驗證 實際上的話也是從被攻擊的那個 服務器上面那些線索 就找到它隱藏在背後的操縱者 就誰去釣動的這些肉機來實施這個攻擊的 當時公司提供了大量的攻擊IP給我們 我們在DD3的協助下 對於這些IP進行了分析 又發現了其中的僵屍網絡 包括了一些肉機 然後我們在境內呢 就先後先抓獲了 三名的這個肉機的所有人 然後通過詢問 我們知道他們實際上是把這批肉機的使用權 交給了這個叫暗夜的境外的這個攻擊團夥 所以說這個境外的攻擊團夥 才逐漸地付出水面 在黑殼圈裡面存在這樣一個黑殼組織 就叫暗夜攻擊小組 暗夜攻擊小組的話 就是在整個這個黑散圈裡面 號稱是排名第一 就是它手上擁有的這個攻擊流量 在圈內說是最大的 有800個機 它是可以以那種吹酷拉朽之式 就是把國內任何一個那個網站 能力就可以攻破的 在黑客行當 它也要講江湖地位的 它也要當老大的 它要怎麼當老大呢 它就憑它的技術 我在這個行當裡面 你攻不進 我攻得進的 你說暗夜 他說暗夜 慢慢 它這個名稱在行業名氣就大了 具備了江湖地位了 整個暗夜的話 他們還在不斷地用錢 去購買更多的流量 然後它的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 就是他們當時 對外號稱的話 是可以達到2T 2T是個坎默概念 2T是任何 就是國家 每一個任何省出口的節點 絕對就是分分鐘就被打死 整個全省就會進行一個瘫痪 因為在網上都是看不見的 摸不著的 不像傳統的犯罪 我們每走一步 都是在網上 都是通過數據分析 來作為依據來指導 我們下一步的偵察方向 和我們的切入點 這個很關鍵 暗夜裡面 不管它是用擬層也好 或者用什麼也好 我們通過偵察 通過分析 可以把它的偽裝身份去掉 把它的真實身份 給揭露出來 一條線索的一個點 然後這個點 我們把它對應到一個人 然後從這個人開始到他 周圍的 跟他有犯罪關係的這些團伍 最後出來的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 很有成績感的一個組織架構 隨著那個偵察的深入 發現一個相當於 領導層面的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袁某輝 他就是負責這個團伙的 整個這個管理 大部分的這些指令啊 都是從他那邊出來 我們有一個比較準的 類似於像DNA那種對比一樣 把它的身份確認 我們是通過國內這條線 一層一層的往上追 一個一個的擴 才擴縮到境外 當我們發現 主要對象的時候 他已經是在境外了 三四月份的時候 我們確定他在老窩 然後他就開始不停地 變換窩點 在一直在處於那個 逃離的這個狀態 逃窗的那個狀態 當時他是不穩定的 一個狀態 然後繼續通過就是一些工作 我發現他們在那個 大概五月上旬的時候 就到了那個柬埔寨 當我們確定了犯罪嫌疑人 曾經出現過那個點 那麼我們就把別署區做為我們的重點 採取了比較隱蔽的一種那種化妝方式吧 有的是遊客啊 有的是過去投資的呀 就是交替的這樣過去 也是在不同的點出現 我每天都安排兩個人 這兩個人只能待兩天 兩天就撤出來 兩天以後再換一個人進去 你如果說安排我的偵察員 在他旁邊做時間一長 他肯定已經警覺 包括我同志在內 住兩到晚上 都沒睡覺 也不敢睡覺 我在那邊的時候 只看到他們那個燈火 24小時 燈火很透明 人員進出很少 白天基本上是看不到人的 然後都是天黑以後出來活動 基本上是盡量減少那個路面 四個組交替完之後 基本上就對他們那個 全天候的那個活動情況規律 還有包括那個整個度假區的環境 海路路路啊 交通要道那些情況 我們都已經測算清楚了 那時候也制定了那個 比較完整的方案 向那個公安部和國內指揮部那邊報告了 但是後來就是突然出現一個突發情況 袁柏輝帶著他的那個情婦 連夜就走了 他們自己先跑了 另外那幾個分別從金邊啊 或者轉道到泰國啊 都飛回來 所以說那天晚上 對我也是個大考 這樣的話呢 就是看看情人這邊協調一下 看看跟明明協調 回來了 抓不抓 我身在境外 情況最清楚就是我 前安一下 我說幹 專案組決定對這幾個人同時進行收網 我到了成都以後呢 就是首先我在那個嫌疑人 就是家的附近就看了一下 因為是白天 所以說條件不好 我們就等到晚上的時候 在嫌疑人出來買東西的時候 在一個水果湯前把它給抓到了 朋友啊就是女朋友撈個架吧 然後心情就不好不好 然後我朋友說 要不去她那邊看一下工作 我說行嘛反正就當旅遊嘛 我們通過對她審訊的時候呢 她就是說她一直是去境外旅遊 其他的就不太承認 我主要負責這個姚木傑 對她進行抓捕 我們只掌握她是到了濟南附近 那麼在這個守候的過程中呢 這個我們掌握了一個線索 就說這個楊某她有可能去到這個東營 她一個情婦的這個家裡邊 我們就是從這個龍口開車 大概有四百多公里 就開到了東營 就等於說對她是抓捕成功了 在泰國玩了兩天 然後就說去柬埔寨 然後就去柬埔寨玩幾千 楊某呢她就是始終堅持自己去這個柬埔寨 只是旅遊 沒有參與這個黑客攻擊啊 和相關的這個犯罪行為 最後回來的五個犯罪嫌疑人 第三天全部到位 我當時考慮的最多就是 盡快地把這五個犯罪嫌疑人抓緊審訊 什麼原因造成她突然從境外回來 剩下的那幾個犯罪嫌疑人去了哪裡 國內一個地方是一個小黑客 當時就被那個當地警方抓了 放出來之後就通風報信 就說是那個國內警方 可能掌握到你們的那個線索 要出國來抓你們 我也寄望於通過口供 能夠發現主要犯罪嫌疑人 這是我當時在境外考慮最多的 也是寄望於國內通過審訊 給我回應的東西 他們口供出奇的一致 怎麼去的 境外 為什麼去的 旅遊 和誰去的 和誰誰去的 經過過哪些地方玩了什麼 包括想的這個日期 怎麼樣都出奇的一致 他們寄得很清楚 這樣就有問題了 就是對過的口供 他們第一次在老國的時候 他也是所有聯繫全部切斷 然後這幫人就非常敏感 當時就說是感覺到風向不對 然後就把他們那個 所有作案的那個工具 全部扔到那個別墅後面 那個湄公盒裡面去了 然後銷毀所有的證據 這個一號跑了 去了哪裡也不清楚 按照結案的標準 主要犯罪嫌疑人要到位 邪從犯要到位 而我們的一號人 沒到位的話 這個案件是不能接的 只要主要犯罪嫌疑人不到案 他隨時可能東上再起 但是就看他會潛伏多長時間 我們在那邊待了好幾天 鳥無印信 全部進入 我們當時 第一次出去的時候 達到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用盡量短的那個時間 非常高效地把這個團伙 他的那個做能力 給他清除掉了 但是就是有了突發情況 沒有按照我們預想的這個方案 去進行收網 所以是不瞭解 在那邊的情況下 我可以整理院 當然是不瞭解 那邊的 空間 就是要看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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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那时候捧着一把火苗 然后他有可能就是随时会灭掉 他的团伙生员已经落网了 那再笨的人 他也知道过了警方 就是盯上他了 那他一定会深度潜藏 会潜伏很长的时间 就有可能就是 跟这个主要犯罪嫌疑人 失之交臂的这么一个过程 他自己切断跟外界的所有联系 包括他的一些重要关系 全部切断联系 那时候四十多天真的是 那种经历也是很难受的 就是好不容易发现 就说有一个线索 结果一去查证 发现要么就是不先回 就是可能几十天前的一个情况 要么就实在就是跟不下去 没得做 中途在那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那个支队的领导也打电话说 要不就先回来歇歇 或者怎么样 我说那不行 真是没脸回来 我说回来之后 估计也一天到晚 也心里面难受 就是反正在熬一熬 但是也跟领导说 就是看似熬得住 这开始他们认为 他们都已经定好了攻守同盟 所以说都是一句话都不讲 后续的话 一个洗一个闲眼打开 因为毕竟他们是做了这个事情 然后互相就会 之后的这个口供 就会互相有差异 我们在他手机里发现了 比较关键的 他们用一个很加密的软件 在聊天的一个情况 就确定了 他就是在说谎 然后后来我们就单刀直入 去问他在境外所做的事情 你去之前你不了解吗 没了解 去之前你在国内你是干什么的 啊 包仔 这个小姐叫安业嘛 就是所有人的量 然后集中在一起 然后每天测嘛 测他有多少量嘛 测了然后他们来那个结工资嘛 他给我一个那个木马嘛 然后我就去搞了 然后给他们 就把分析 所以他们收的IPA给他们就行 然后加上那个 给他顺便做饭嘛 他们一直处在这个疑神疑鬼的状态下 怀疑公安有可能过去查他们 所以说他们老板说 马上散胎 然后呢 就是他们就两两的就回国 就回国以后 基本上是这个叫各回各家 各老各妈 我们更多的是要调取资料 提审犯罪嫌疑人 是印证他们的一些关系 去印证我们的前期侦查 和下一步侦查的方向 公安部那时候就下了死命令 就是那个所谓犯罪嫌疑人必须到位 将近70多天的那个等待 好多人就是私下讲 到最后都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希望 然后一直到后面 熬到差不多八月份的时候 终于可能他熬不住了 人潜水潜久了 还是要上来换口气 然后就抓住当时一条线索 第一个就是那个线索 掌握的情况就是非常弱 只有一条虚无缥缈的线 就是指向那个柬埔寨的金边 有人问过我 就是你敢不敢百分之百确定 心里面我回答 我是真不敢百分之百确定 唯一能验证他的就是 我们出去之后 才能验证这个答案到底正不正确 我出去的目的就是找人嘛 那我第一个就是说 我要先划定我的目标区域 平时他们的那个生活 生活习惯就是深居检出 一般就是不会在外面活动时间太久 要么晚上要么就是那个抽空出来 活动一下买一点东西 所以就说根据这么几个特点 我们就在那个整个那个金边室这边 划定了就是他们有可能租住的 一些那个场所 随后就跟那个柬埔寨警方这边配合 然后就开始逐一追这个点 进行一个那个走坊跟摸牌 柬埔寨今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超市 这个基质岛可能是他们最可能出现 和购物的这么活动的这么一个场所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一个重点 只不过就跟我们传统黄警做的工作 不一样就是这次要大量的依靠 传统侦察的那种外线摸牌啊 调查走坊啊这些工作 8点钟逛完了之后还没发现 就一直逛到超市块关门 我都想着已经要收队了 结果突然 那个侦察员那个武林警就发现 看到那个人呢就拍我的手 就拉我回去看 对于这个嫌疑人的这个形象 已经把它牢牢地都记在心里 看了一下就觉得 基本上确认是我们这个 案件的这个嫌疑人 这个袁某和范某 我说不要再跟 他们当时就想一直跟 跟到他住在什么地方去看一看 我说这线不能报了 我说第一天见到人 起码证明我们 当时那条虚无表面的线 起码是实的 那时候才觉得 这也是运气 我们在那个地方连续遁守了三四天 第四天的时候又发现那帮嫌疑人 还是在那个时间点 又到那个超市那边去买那些生活用品 很迅速地到那个收银台结账 然后就推着车就准备往停车上去 那么跟踪之后呢 就是发现他们这个是开车来的 也掌握了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牌 然后我们这时候也就想 以车找人跟当地那个警方聊了一下 他也不像那个国内这样子 直接去查车牌算是有风险的 警方就明确告诉我们 就说如果现在你直接查的话 就有可能对方就会很快知道 好不容易找到感觉一个比较有用的线 你又不能用 又开始着急了 路线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分析 他们那个车走的那个方向 它也是靠近那个公寓的 它公寓自己的那个保安非常警惕 你有那个车辆从那边开过 有人从那边走过 他一定会出来就是盯着你 一直到你走从那个街头消失 我们当时也想自己在那个公寓 去注意住看看情况 但是他不租给我们 他就跟我们说是不愿意租给中国人 但是据我们在那个附近观察 那栋梧里面住了可能大量的那个华人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觉得那栋 公寓是比较可疑的 接下来的一二十多天 我们也没有在在那个超市那边 发现过嫌疑人 而且那时候柬埔寨的那个警方 也天天天都跟着我们 时间久了大家也会就说 对我们中国警方的这种 那个线索啊 那个信息啊 会产生一种怀疑态度 然后那天我晚上就是一个星期五 在那个超市先吃饭 然后那边那个刘大 他就发现那个目标 那个奥迪车辆 就停在那个公寓门口 我们发现这个 这个华人使用的车辆 这个又一次出现在这个车库里边 当时一听就特别兴奋 然后我就没等上菜 就直接骑了个摩托车就先过去了 今天就是一定要看到那个车 什么时候离开 一定要亲眼看到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守了一个通宵 守候到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左右 确实是这个袁某和这个范某 这个开着车 这个外出 我们当时首要的目标 就是开车的这个 这个袁某会 他是那个整个团伙的这个组织者 抓住他 我们的目标就完成 我们是看到了嫌疑人 从点上开车出来的 去到一个地方办事 办完事以后 又跟着他回到了这个公寓 进一步确认 就是所有的这个协议人 基本上都是这个 居住在同一个公寓里面 当时就是马上联系 这个柬埔寨的移民局的移民警察 车网的时候 就不知道他住了一个房 我们就是拿着那个照片 然后到前台去问 当时前台还不是很配合 他不愿意不愿意告诉我 然后后来那个当地的那个警方 就去沟通说是看到人进去了 你这边必须要配合 要不然追究他的责任 然后人家才勉勉强强地 就拿了那个钥匙给我们 进入现场以后 一看我要的人在不在 他们的犯罪物证在不在 这是我最关注的 人在物证在 那么为这个案件的接案和证据点 就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坐在沙发上 已经坐在沙发上就是 因为对这个袁某会太熟悉了 第一眼看到就是他 然后就反正像看到亲密的朋友 好久不见的朋友一样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那个嫌疑人和那个 扣押的这些事案物品 带回中国 整个暗夜组织的一个覆灭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整个圈子 震慑是非常非常大的 暗夜组织被打流量的时候 那么整个全国的这种 上百计的大流量攻击 是呈大幅下降的趋势 321这个案件 是我们国内王警 主动发起的一次 跨国的激情战役 我们全省王警 还是要继续开展 安网2018专项行动 就是实行波次打击 激情战役的方式 重点是打击 这个黑客犯罪 以及相关的这些 黑汇产业链 这个网络安全法 在去年实施之后 提出了网络空间主权的概念 所以对国家来讲 网络安全已经上升 于国家安全的 一部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它是影响到国家安全 既海陆空天之外的 第五空间战略的安全 因为它往往是带有国家的背景 我觉得在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些工作 认重了道理人 它不是一个部门 一个单位 或者是某个人 某个专家 或者是某个组织 能够解决的问题 它需要国家 社会组织 需要广大网民 共同的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A级通缉令 李胜 男 1990年12月12日出生 户籍地 山西省湘原县 武寒镇南马池巷9号 身份证号码 140-423-1990-1212-0076 该男子为重大盗抢骗犯罪再逃人员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 和广大人民群众 及时检举揭发盗抢骗等 违法犯罪活动 发现有关情况 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他是一名年轻的教师 他是一名离异的男子 相恋不成 年轻教师命丧男友之手 千里抛尸 驾车床卡 最终难逃罚网 以外之约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